我拎一大豆子钱 那叫款业 哎呦 现在拿那么多现金 人家说你土鞭 怎么了 刷卡呀 招行卡 一卡不就完了吗 你看三十年前 过年才吃顿饺子 现在饺子是速冻食品 什么时候想起了什么时候吃 三十年前请客吃饭下馆子 得多点肉菜 现在多点肉菜 烙埋怨 十个人 九个脂肪官 老吃肉菜干什么 来上小白菜 野菜 萝卜鹰兔子吃什么 咱们吃什么 绿色识别 对对对 你看三十年前啊 人们都缺糖 你现在打听打听 好些人开始尿糖了 那得多运动啊 你看三十年前 我们住大法院 邻居们每天吃什么 我都能知道 现在住对门好几年了 不知人姓什么叫什么 三十年前老婆一个 孩子一堆 现在是孩子一个 老婆还是一个 别吵 你这吓我一跳 再来 三十年前啊 我要写东西查资料 得往图书室 特别的费劲 现在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上查呀 三十年前 得特有文化人 才出书呢 现在是不是人都能出书 你这话怎么讲 前先生子看了一本书 这书的名字叫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 狗的生活有意见 还写出书了 看看 是不是你翻译的 我没点能 你这三十年前啊 人取名字 一看这名字 就能明白什么意思 对 比方叫建国 建设祖国 爱民 热爱人民 我叫江坤 你这什么意思 我弟弟叫江仲 吞仲兄弟 我是哥哥 这个意思 你叫代志成 什么意思 志向远大 真诚待人 甭管真的假的 他是这意思 什么叫假 真的 现在起名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人都起什么名字 姓唐 给自己起名的 唐吉何德 外国名字 姓张 叫张牙舞爪 这不明白什么意思 还有网上的名字 你都写不出那字的 网上什么名字 俩人聊天 一个叫两个字 哪俩字 啪叉 这从哪掉下来的 另外一个 比他的名字稍微好听点 那个叫 大啪叉 这摔得更狠 这现在说明啊 是个多元化的社会 江坤 你啊 用不着晕 其实啊 你别看我晕 我晕得高兴 高兴 因为我总的感觉 是咱们中国变大了 世界变小了 这说对了 现在中国跟世界这个距离拉近了 过去 刘欢 最爱唱那个歌挺流行的 那是唱出来好听啊 你学学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